我们今集就要讲这位 所谓的立法会议员 郭佳琪 其实他就10月1日 网上号召 即是五区开花 很多人出来搞事的时候 警方执法 基本上他就在 他自己的Facebook上写了 他就说一堆绿色物体 甘心作为残暴政权的走狗 打压的都是香港人 可能是学历不高水平不足 但有高身厚禄 能够吸引到这堆人死心塌地做奴隶 根本整段都不知所谓 第一 甘心作为残暴政权的走狗 那你又做立法会议员 立法会议员不是在政府底下的一个 卑微不知所谓的议员吗 警察是根据法律的 做议员都是根据法律的 两者都是公职人员 如果警察是残暴政权的走狗 那你是走狗的走狗 最惨他还是医人 真是最惨他还是医生 所以上个星期 警察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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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了封信去谴责他认为他是专业失德 香港医务委员会是应该真是去查一查 去问一问 起码都问一问 这位医生究竟在医生的专业操守上面 是不是符合香港医务委员会的水准 如果不是符合我觉得应该随他牌 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医务委员会会工作 明晚九点钟 在香港支部和邦港出声的 YouTube和Facebook 我们约定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